菠菜炒粉条啊你要是做好了也是一道非常好吃的下饭家常餐 你知道在家怎样做入味下饭又好吃吗 首先咱们准备一把春天的嫩菠菜 咱们给它清洗干净去掉根部 改刀切成段 碗内再打入三枚小笨蛋充分给它搅散 红薯粉条提前用开水烫一下 加少许的老抽 食用油 拌匀防止抱团 锅内烧油先倒入洗好的菠菜 翻炒均匀炒出水分这样能使做出来的菠菜不苦不发誓 炒好盛出备用 另起锅烧油放入葱花干辣椒 小火给它炒香 倒入打好的蛋液 大火给它炒熟炒散 这样能使炒出来的鸡蛋不发腥 放入炒好的粉条 来勺清水 放入炒好的菠菜 少来点生抽和蚝油 放入盐鸡精13香 这小味儿等冷就起来了 大火给它翻炒均匀 菠菜炒粉条你像老弟这样做 三碗米饭不够吃 喜欢的老鸟给个爱心再走吧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